看看新闻吧 吴振宇和儿子Fimon最近因为参加某档亲子节目 可是名声大噪 不过父子俩都出游好几回了 Fimon的妈妈却愣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这吴振宇的太太到底是为什么如此神秘 吴振宇还竟然为了保护她当机打架 这次趁着吴振宇太太首度现身之际 我们一定要好好地了解一下她 这女子一定不简单 在最新一期的某档亲子节目当中 前呼万唤使出来的吴振宇太太 非面的妈妈终于现身了 不过相比于其他妈妈的出产 吴振宇家的这位就有点凌乱了 重新整理之后我们应该可以见到真容了吧 你这秒戴帽子的功力难道就是堕狗仔练就的本事吗 这看到你分明就是和没有看到一样吗 之后在妈妈们展示厨艺的环节 Fimon妈妈也始终压低帽颜 最多只露出侧脸 始终躲着镜头的吴太太在等到儿子和老公回家之后 激动万分 可是人家还是时时刻刻不忘用拳击手套的物体遮住正脸 偶尔在镜头面前露出侧脸也真是一闪而过呢 看完整集节目丝毫不夸张的时候 观众朋友们还是不知道 吴振宇的这位神秘太太长什么样子 这吴振宇太太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在之后曝光的拍摄照片当中 我们终于见到了非面的妈妈的庐山真面目 原来吴振宇的爱妻叫王丽萍 人家可是一位来自于新加坡的模特 那到底为什么吴太太在镜头面前要如此的低调呢 很难想上你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愿意上电视 这个想法我觉得有点奇怪 可能是电视室里面的工作 觉得比较平常 说像警察一样 你们愿意上去公安局或者警察局吗 那警察当然不介意了 吴振宇自立行间透露着 对太太不愿上镜头的保护之意 其实王丽萍天心低调 作为金马奖影帝的太太她早已经退居幕后 专心做妈妈 不愿意面对镜头 至于婚前的身份和生活 已经和现在的吴太太相距甚远了 其实王丽萍早年是一名来自新加坡的模特 当年的她形象清纯 梅雨娟还有些离子的味道 1990年19岁的她因为参加第二届才华 横溢出清秀近身影艺圈 王丽萍最终没有拿奖 但因为模样清秀电视台签下王丽萍当演员 这后王丽萍就主演了六月的童话 缘禁今生等多部电视剧 并在1993年的电视剧 《黄超铁匠金粉琴》中出演彭彭公主 我愿意 我正式宣布你们成为夫妇 比起吴振宇联考三年才 在1983年顺利进入TVB演员训练班 王丽萍算是比较幸运的 可是因为外星科系路的限制 王丽萍的发展始终不如同时期的范文芳 等新加坡女星来得顺利 之后1995年王丽萍离开新加坡 来到香港当模特 而在1998年 他和吴振宇在香港一间disco五天认识 两人一见钟情 在热恋四年之后 吴振宇向王丽萍求婚了 还有有一次 向太太求婚 求婚嘛 我说先买个摄录机 买什么 我说买了 买 你喜欢买东西 我想买完之后就拍下我 你要求婚的那样 对 就在某一天 把戒指都买好了 就很多人就看 其实本来很多人就比较小了 就给他这样了 然后呢 然后大家 嗯 才能起来 我就 但是没有拍上来 他才到今天的后悔 因为他要省钱 就没有 你浪漫地省掉 2008年两人迎来了 他们爱情的结晶飞面 而就在太太高龄 怀孕期间 吴振宇不仅放下手头工作 还经常和太太一块去市场买菜 做饭给太太吃 我觉得 我觉得因为我太太没有太多朋友嘛 她是新加坡人 载到香港 你起码又 又照顾她 对 吴振宇对太太的疼爱可见一斑 其中最轰动的一次要数 2010年她户妻当街打人事件 当时吴振宇坐在车里等候妻子买面包 王丽萍入店后店员正在打扫 应看到灰尘肆意要求对方停止扫地而发生口角 之后一对年轻夫妇加入混战 接着吴振宇再看到妻子跌倒 在立志后冲入店内后期 一男子被吴振宇袭击受伤 伤口有明显皮肤撕裂其流血 警方事后拘捕吴振宇协助调查 吴振宇在认罪之后被罚款1万港元 挤留案底 虽说吴振宇比较容易冲动 脾气也不怎么好 可是人家对于王丽萍的爱意 当中心情款款地看着妻子私底下 又对爱妻是无处不在的关怀 怪不得娇妻为夫退居幕后 也是无怨无悔的了 我们在夏威夷已经结果一起婚了 就在泰国又因为有朋友来又结一起婚 可能明年又去结一起婚 明年还要结婚啊 对啊 为什么不能跟同一个人不断地结婚 新闻在线综合报道